六郭兄 台台式渐林 洪洪主任 高雄英雄区 有一条合金英雄市道 统统有三百岁上合金英雄已经留守兴趣 所来的好天气相会期可以印象到三月中 在三月策五含策六 不够够提供免费接送的博物 想要来这些图有限可以导致利用 出大日头的好天气 好台台式渐林 洪洪主任 高雄英雄区的 合金英雄将来兴趣 在333的抗纳两边 虽然昏昏昏昏昏昏 充满到六百分位 目前我们身后的是我们台大凤凰茶园 知名的合金英雄区道 目前我们合金英雄已经大概近乎盛开了 预计的花期的话 我们是预计到三月中期 一般的那个樱花都是古道 很少有像我们这种隧道式的樱花 这大概也是全台唯一一个樱花隧道 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的合金英在盛开的时候 厂游与樱花树下 是非常的浪漫的 三月中期的前后 花都会很漂亮很好看 所以说我们就欢迎大家 来我们这边立营来指导来参观 在横口里面有六种不跟银花 都总有五百多张 总在美金去美酒有些人来收花 看到花的绿水就让游来游去 心情整个都好起来 我们台大十年凡凤凰茶园 目前大概栽植的樱花种类 大概有五六种 那既有像那个三樱花啦 八重樱还有富士樱 小 син肴 金鹏 桃咭 可津等等 我们从台北下来 其实是还蛮惊讶的 不晓得在这个家庭圆區里面 竟然种了这么多的樱花 那整个斜坡有茶园的景观 再加上樱花树这样去衬托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而且它衬托画上 它整个看下去 前面的视野就非常好 因为很少在台湾可以看到这种整条的这种櫻花隧道的感觉 跟一般的那种櫻花景点就还蛮不一样的 我们都一定会来 来到这里整个心情这么好 那些花都很漂亮 我们的心情就像那些花很开花 有在计划说要带一群朋友来这里 走了那么多地方 这里是第一次最美丽的步道 而且又是花开得最美的 目前櫻花已经开到最高峰 最后如果都没落后 太美丽可以演唱到三个中顺 才有议员要来太美丽的名众 一定要把时间 不然就要再等一年了 记得前面要差不多